娱乐中心梁雪亭报道七宝妈怀孕登山先争议 图 设字琳刀剪子The Lens Kids脸书网红 琳刀剪子The Lens Kids的妈妈Sydney 4月26日想挺着八月运渡爬山 不料遭到爆料连雷山有兽 接连被其抵黑历史 琳刀剪子The Lens Kids的爸爸杂念兽一刀爸先关闭脸书贴文留言 而一些原本想合作厂商都转观望态度 不过母婴杂志妈妈宝宝的5号封面的纸本已无法回收 成了首当其冲的苦 七宝妈遭爆连雷山有受伤 图翻设字琳刀剪子The Lens Kids脸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最大苦主当属母婴杂志妈宝宝 母婴杂志5月号封面人物请到琳刀剪子一人 不料月初就爆出争议 而母婴杂志的纸本已完成送印 无法退回 至于琳刀剪子的访问片段 敢在网络页面上张贴公开 对此 妈妈宝宝坦诚 低调处理 不会发表任何意见与立场 至于琳刀 自The Lens Kids的爸爸杂念兽一琳刀爸 9日在脸书发文 虚心 受所有正面与反面的建议 并承认有疏于思考 密的行为表示抱歉 不过 琪宝坝在文中质问 当你 今天期待我们虚心接受你们每一个正面 负面 建议的时候 有同理心的尊重 我老婆也有分享 活日常的言论自由吗 琪宝坝决定暂时关闭林刀 紫的贴文留言 不让网友的言论给妻子带来 二 伤害 母婴杂志妈妈宝宝在七宝妈怀孕登山争议 成为最大苦主 图翻设字林刀剪字 The Lens Kids脸书不良行 请勿模仿 请勿模仿